一个动词的基本性是它的原型 例如 每个德文动词都有字根 如果要创造原型 就要加an做结尾 an大部分都是动词原型的结尾 原型的结尾有时候只有an 就是如果字根的结尾是 另外一个是德文最重要的动词之一 当动词变化的时候 大部分的动词有一个动词结尾的典型模式 这个必须要背起来 它们的结尾如下 这些结尾要放在次根后面 所以kaufen的动词变化是 ich kaufe du kaufst er sie es kauft wir kaufen ihr kauft sie kaufen wir跟 sie很好记 因为它们的心词都是跟原型一样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字根的结尾是 d t m 或 n 例如 finden 你就要多加一个 a 在第二第三人称单数 和第二人称副数 很多动词,像是 在变化的时候也会改变它们的词根 这样动词变化的典型模型仍然是一样的 但在第二和第三人生当初 会有一个母音改变 我走,你走,他走,他走,我们走,你走,他们走 如果当时的词根结束在S,SZ,X或Z 我坐,你坐,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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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你坐,他坐坐,他坐,他坐,他坐 我好朋友 你说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